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收看本期节目 活在节气里的中国人 小鼠篇 这个鼠字表示炎热的意思 民间有句谚语说 小鼠期间火烧云 准保明日晒死人 从小鼠开始 盛夏就算正式开始了 但在这炎热的小鼠时节 全国各地都有哪些有趣的习俗 我们又能在这个节气当中 学习到哪些有趣的节气美食和养生秘诀呢 进入小鼠 空气中凉气是越来越少 但凡吹过的风 仿佛都带着一股热浪来袭 还有一种疏忽温风至 阴寻小鼠来的意味 我国古代诗人韩玉 曾以如坐深圳 糟蒸吹 来形容小鼠这种像蒸笼一样闷热的感觉 近日 人们对于高温的调侃程度 与逐渐升温的天气一样 可谓是持续攀升 长颜岛 小鼠大鼠上蒸下煮 这形象的表现出 小鼠头顶高温 深过湿热空气 带着桑拿天来到了我们身边 这样炎热的天气 就连动物们都在寻找清凉解鼠的方法 不过有人会说 小鼠时最热 因为曾经有报道称 往年当中最高的气温 在小鼠世界出现过 而也有人说 小鼠不算热 大鼠三伏天 那么问题来了 到底小鼠和大鼠之间 谁更热呢 小鼠是一个 相对大鼠来讲 是没有到最热的一个状态 小鼠是温热之气来了 但是没有 就是时热之气到了 但是没有到大鼠的高度 所以相对大鼠来讲是小鼠 当时也是开始很热的一个季节 通常来说 一般是大鼠更热一些 但是大鼠和小鼠 它们之间也经常没大没小的 有些年份是小鼠比大鼠热多了 比如谚语总结的 小鼠热得透 大鼠凉悠悠 但总体来说呢 小鼠大鼠都是难熬的时节 怪不得还有句谚语叫 小鼠连大鼠 游米懒得煮 可就在这种热浪滚滚的南熬天气里 我们的农民朋友却还在期盼着天能再热一些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我们龙寺节历里边 龙民特别希望这个季节下雨 希望这个季节热 如果对一般人来讲热难受 但龙民说不热不行 小鼠不热 五孤不解 小鼠不热的话 五孤不会成熟 还是强调 而且一定要下雨 又热又下雨 就湿热很难够的 但是呢 有个俗话叫说 人在雾里热得跳 倒秧在田里哈哈笑 意思就是说 食热对水稻的生长是有利的 对庄稻的生长有利的 龙夫都希望田里有收成 他热一点不要紧 所以在小鼠节气里边 有这些龙宴来说明那个状态 龙宴有云 伏天的雨 锅里的米 这时出现的雷雨 热带风暴 或者台风带来的降水 虽然对水稻等作物生长 十分有利 但有时也会给其他农作物 及蔬菜带来不利影响 及时防治虫害 则是小鼠时节 田间劳作的重要环节 小鼠吃薯 小鼠吃薯 表示小鼠的时候 薯米成熟了 要尝心了 要吃这个 大鼠季节早到成熟了 可以吃新米 它是这样一个印记的 就是解气里边一些食物 就是印记的东西 是最好的东西 这是人跟自然的一个协调 中国这个农业碎石节气的 一个特别的表现 很强调说 在一个节气里边去尝心 小鼠闷热潮湿的天气 给人的生活带来不小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 小鼠时节吃什么 怎么吃才会更健康呢 很多地区都有入福吃羊肉的传统 称之为吃福羊 在民间有 夏天福羊一碗汤 不用神医开药方之说 三福天喝完一碗羊汤 全身大汗淋漓 可带走五脏激热 友谊健康 正如当地人有句民谣 来熊肉人们对羊汤的喜爱 六月六接姑娘 新卖饼子羊肉汤 小鼠的到来 意味着正式进入三福天了 此时天气炎热 人体出汗多 消耗大 此刻我们在养生保健时 一定要注意节舍防鼠 补充体力 许多地方在这个世界 都有吃三宝的习俗 您知道是哪三宝吗 黄膳 莲藕 绿豆芽 都是我们印记的季节的一个 吉林的食品 就是说这个季节的黄膳是最美味的 可能是最成熟 那莲藕也是新的 然后莲藕还清凉 在夏天很热的时候 我们吃的清凉凉许的食物 对身体有好处 那绿豆芽是清鼠的 小鼠的 绿豆芽是小鼠的 那这个比较闷热湿热的一个时间里边 我们通过这些比较清凉解暑的食物 来帮助我们身体做一个有效的调整 所以对养生是很有好处的 俗话说小鼠黄膳塞人参 经过了一个春天的扇鱼 肉质肥厚 而夏季往往是风湿关节炎等疾病的缓解期 黄膳性温未干 具有补中益气 强筋骨等作用 根据东病夏补的说法 小鼠时节吃吃黄膳 可是不错的选择 迎面走来的这位是周中成 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 他不但擅长抓扇鱼 还是烹饪扇鱼的高手 不同大小和粗细的扇鱼 要用不同的方法来烹调 细得如同小手指一样的扇鱼 可以做一道盘扇 而肥一些的 就适合做当地最有名的一道皮条扇鱼 脱骨的扇鱼 被切成一段一段的皮条状 加酒精精盐抓匀后 再加湿淀粉拌匀 用油几次窜扎到皮酥 再浇上糖醋汁翻炒几下 就可以上桌了 也许黄膳这样的食材 使你感到无从下手 那我们来说说小鼠时节 较为大众的养生食材吧 到了小鼠的这个天气 湿气开始逐渐增加了 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清清制品 又能够有化痰又能通落的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这样吃西瓜也是比较多 又能够养阴又能够滋润 然后能够立小便清新火 吃完西瓜以后呢 我们都喜欢挑这种薄皮的西瓜 觉得西瓜瘾比较多 但实际上如果你要不幸挑中了厚皮的西瓜 也别沮丧 然后把这个西瓜瘾吃了以后呢 西瓜的厚皮 我们叫西瓜脆衣 这种清的部分就可以拿来 其实拌凉菜还可以作为泡酸菜 也可以用 也是非常好吃的 小鼠前后正式盛产芒果的好季节 芒果的营养价值高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 因此经常食用芒果 可以起到滋润肌肤的作用 而且在小鼠时节食用芒果 还有清理肠胃的功效 位于云南省临仓市的永德县 日照充足 雨量充沛 非常适宜芒果的生长 永康镇蒙底农场的煤剑墙 在当地种的芒果可谓是家喻户桥 不仅产量惊人 而且口感还香甜 在收获的季节 永德县的村民们都会聚在一起 举行试吃会 后来试吃会逐渐变成了吃芒果比赛 今年轮到老梅自己一家来举办比赛 芒果的规则 有些规则讲一下 第一个是每一旁是一公斤 吃你必须选手要背着手 太旁是要蒙着眼睛 吃你最宽的位置是第一名 是冠军 冠军的奖品就是这一百公斤的大金黄 把眼睛蒙上开始了 好 开始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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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女子比赛中 老梅的儿媳和老伴都参加了 单论吃芒果 而媳妇最终还是不敌婆婆 婆婆赢得了女子组的冠军 除了芒果 杨梅也是小暑时节常见的一种美味水果 由于杨梅太酸 很多人都喜欢将杨梅酿酒 叶芙娟就是一位泡杨梅酒的高手 听当地人说 这样的杨梅酒不但口感香甜 还是可以缓解腹泻的民间偏方 还是会有酒味 但是没有五十多度那么冲 是酸酸甜甜的感觉了 这个杨梅可以吃那个辣肚子什么的 说完了这些 我们的编导小丽 还要带您学习一道 有着浓郁山东特色的小鼠美食 豆面球 跟着节气做美食 这次小丽带您来到了 王新帝王姐家里面 让王姐教我们做一道 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道什么菜 王姐 豆面球 豆面球 这明听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是我看现场面前的食材好像很丰富 这些东西好像都是野菜 对 这是什么呀 这是剂菜 剂菜 剂菜大家都熟悉吧 很熟悉 豆面球 外观看起来很像我们常见的素丸子 不同的是 它是由黄豆与多种蔬菜混合而成 因为小鼠世界的蒲公英又鲜又嫩 这道豆面球就加入了清热解毒的蒲公英 好像蒲公英在夏天的时候比较轻火 思药硬去火它的供效很大 这个这么好 嗯 像这个呢 这个也是我们土花叫曲木芽 曲木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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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将食材先用热水焯一下 放凉后切成碎末状 然后拌入大豆面粉 并开始顺着一个方向进行搅拌 等面与菜均匀混合之后 用手将其捏成圆球状 凡是你可以看到的蔬菜呀蔬菜呀 把它用水焯一下之后都可以做 都可以做豆面球 这一会儿要是拿着这个玉米叶 拿着这个豆面球要上锅蒸是吧 对 要蒸多长时间呢 十来分钟吧 十多分钟就可以 嗯 本身这个菜就是熟的 嗯 这个萝卜丝应该也是超过的 都是超过的 嗯 这道菜看起来好健康啊 除了是用水煮一下 然后就是蒸 没有什么油啊什么这些 任何东西都不加 调味料啊什么的 只是放了一点盐 只是放了一点盐 和味精 那像是 渔民朋友或者是出门的话 是不是可以蒸一些就带到 可以 可以 当然可以当主食来吃了啊 配上稀饭更好 配稀饭 八宝只有一类似 哦 这个搭配好哎 嗯 这丸子配稀饭 这个可以回去给小朋友做 如果说 嗯 不太喜欢吃蔬菜的小朋友 对对对对对 就给他做出那样的丸子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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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好后的丸子就可以上锅蒸了 因为蔬菜已经事先用热水超过 所以蒸制十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经过十多分钟蒸制之后 我们的豆面球终于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品尝一下 王姐告诉我们要蘸一个当地很有特色的一个蘸料 虾酱 虾酱 哇您看 用新鲜的虾来制作的 嗯 豆面球给撕开 撕开 然后把这虾酱夹到里面去 对 哇 又鲜又香啊 嗯 好鲜 而且这个虾酱的味真是太好吃了 虽然闻起来那味有点冲啊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豆面球这个蔬菜吃起来特别爽口 一点不油腻对吧 嗯不会 怎么样今天这个豆面球您学会了吗 我们都知道一旦进入小鼠时节 人们都会觉得疲劳发困 头重脚轻 这是为什么呢 嗯 实际上有一句俗话叫小鼠大鼠上蒸下煮 就可以知道我们蒸和煮 都会有湿热闷热的感觉 都是不舒服 而且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出现出汗比较多 一动就会出现这种大汗淋漓啊 困倦这种情况会容易出现 我们中医认为那叫阴于湿 手如果 就是说湿气偏重的时候呢 头沉就像裹着一个东西 重的毛巾一样 觉得沉重拿不起来 这个时候也就是说 外界的湿气 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那种湿气 而且到了小鼠的时候呢 天气很热的情况下 我们吃冷饮也会多 吃的凉菜也会多 而且凉菜没有经过烹制呢 很容易出现一些什么不卫生的状态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非常要注重 养我们的脾胃 防止我们脾胃受伤 引起出现这种胃肠道的疾病 夏天天气炎热 人们常觉得吃什么都没有胃口 有些爱美的女孩为了快速瘦身 更是只吃水果和蔬菜 不吃主食 这样看似平常的减肥方式 真的健康吗 中医认为呢 五骨为羊 五菜呢实际上是为酥 就是我们的骨类的食物 我们所说的主食 还是我们主要养身体的一个营养来源 而蔬菜和果肉 不论是蔬菜刮果 这些都是辅助的 这个所谓的酥呢 一个是说可以疏散我们的肠胃 和疏散我们的气肌 这些是可以能够调理的 而不是以主要的食物 而且有一些蔬菜水果 尤其是生冷的这种直接榨汁 没有经过咀嚼 没有经过这种火烤 它实际上含性和良性是比较大的 脾胃阳气受伤 实际上是我们是以身体的代价来减肥了 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脾胃舒适 又能强身健体呢 小鼠这个节气呢 特别适合我们练习小鼠翘足输筋式 来输筋活络 同时也能增强四肢的功能 进而改善脾胃的韵化功能 我们正身跪坐 然后头向上领起 来生成跪立的姿势 然后呢 我们将两脚的脚尖向回钩 身体呢 坐在脚后跟 然后将右脚向前伸 右脚脚掌塌地 将两手轻轻地抵在身体的两侧 下边这个动作呢 也是对我们身体的柔韧性和力量的一个考验 那么我们需要呢 将右腿缓缓地向前伸 如果说实在伸不直的话 也可以放在地面上 或者是稍微弯曲一点也可以 那么我们伸出来以后 脚尖回钩 伸 钩 伸 如此 三次 三次以后 收回踏地 然后 跪立 将两脚 脚尖放平 跪坐 反方向练习左侧的动作 勾脚 踏地 身体后坐 坐于右脚脚跟 然后 将左腿前伸 勾脚 我们会感觉到小腿 都是在不断地绷直绷紧 然后 收脚 跪立 脚尖放平 跪坐 这套小鼠翘足 舒筋式健身操 加强了对下肢筋脉的练习 练习的时候 要有充分伸展的感觉 加强对下肢力量的练习 舒筋活练 同时 还有助于除掉小鼠时期 人体较重的湿器 我们一左一右 做一遍 大概 需要将近一分钟的时间 那么我们一天 练习五到十次 觉得下肢得到充分的拉伸 充分的伸展 对下肢的力量 还有对我们 除掉人体的鼠湿 增强脾胃的功能 适应小鼠这个节气 都有非常好的作用 那在小鼠这个节气 因为鼠热的影响 很多人都不想吃饭 然后脾胃的功能下降了 那么我们可以 来做一个揉斧的动作 能够改善我们脾胃的功能 然后也能促进消化 可以以肚脐为中心 浮按住肚脐 然后我们所谓的揉斧 是先按再揉 将两手轻轻的向里按 按住了以后 在这个按的这个基础上揉动 而不是说来擦这个肚皮 只是擦肚皮的话 擦皮肤的话 对内脏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 我们两手交叉 然后向下按 然后先顺时针 就是先向右 然后向上 向左 向下 向右 向上 向左 向下 一直保持 这个手是向下按的 然后体会到我们这个动作 影响到的是我们的这个腹部的深层里面 然后顺时针 转大概二三十次 然后呢 我们再反方向 先向左 向上 向右 向下 揉腹时 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双手有向下按压的力度 腹部里面要有轻微的压迫感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揉腹的时候呢 还有顺时针 就是顺着这个时针的转动的方向 也有逆时针 我们的胃肠和它的走形 这有生结肠 横结肠 降结肠 那么我们如果说顺着这个时针 也就是在顺着这个胃肠蠕动的这样的方向去揉 它有促进大肠排空的这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有促进排便的作用 那么如果说逆时针呢 就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中医讲顺时针为蟹 逆时针为补 通过先蟹后补 达到排毒的目的 这就是小鼠 一个热情似火的繁忙世界 正所谓足征熟土器 被灼颜天光 很贴切地展现了农民朋友脸对黄土 背对烈日 下面如同蒸笼 上面如同火烤的辛苦劳作场景 而对于我们来说 顺应自然 平衡自身 才能舒适地生活在这个小鼠时节里 可在小鼠节气里边怎么调养身体 这个时候在一个鼠热的一个季节里边 尽量减省它的外出的行为 不要去暴散 尽量跟紫外线少接触 然后在家里边 外边的鼠热没办法控制的时候 我们自己心情调整很重要 小鼠的时候应该利用这个节气 把自己跟自然做一个平衡 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时机 二十四节气体现了古人的生活智慧 和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 人们通过长期的生活积累 总结出了农业生产规律 学会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而作为我们现代人来说 古人千百年来积累的生活智慧 依然指得我们很好的学习和传承下去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欢迎广大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春日里的草原上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 姑娘们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银饰 谁捡上这姑娘以后就是谁的 他们会带着自己特色的食品 下期乡土和您一起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的俄敏县 赶赴一场草原上的聚会 感受哈萨克族的独特风情